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一句话 美国总统大选牵动了非常多地缘政治 牵动了我们台湾的国防运算 牵动了金融市场 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当大家觉得科技股开始有风险的时候 钱往哪里去 营建股变成了大家新的资金避风港 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个营建的一个指数暴涨 营建股今年大概涨了57% 这是很厉害的数字 于是营建股的股王现身了 我们来看代销天王海悦 他已经300块钱了 还有很多的营建股 以前都几十块钱 现在都是破百 200 300都有了 营建股接下来会是第三季的希望吗 施东哥 对 事实上我在前一阵都说 今年的几个主流股 一个当然就是所谓AI概念股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金融股 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会是营建股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AI股表现好的时候 把整个股市往上带 股市往上带的时候 金融业获利不会差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股市好的时候 他资金出来会往房市去 所以他事实上你看 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营建业的指数里面来说 你看股价就飙涨了一个状况 你从这个今年的1月18号是419点 到现在为止已经659点了 上涨57% 所以他整涨幅也不见得比电子股少 也不见得比台积电少 这个线有点像挥达有没有感觉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看 事实上你说目前为止有非常多高价股 包括海悦 海悦他目前的股价已经到300块以上了 那他的确有基本面 你看他第一季赚了7.93块 对不对 然后上半年营收是39.37块 然后爱三年来说 他上半年的营收是49亿 然后获利是1.5 那润宏来说的话是2.14 然后这个永建是4.9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他们其实 第一季都缴出非常好的获利成员 也不会输 你看如果你说真的 海悦7.93第一季 你摆在电子股上面来说 你可以多少钱对不对 不得了 你如果他乘以4大概30块 那30块来说的话 以电子股30块大概都是已经签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个营建股 最近的这个股价往上涨 是他有基本面在后面支撑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有这个基本面 在后面支撑呢 因为我刚才讲到 我们台湾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 我说到股市好 房市就会好 所以你看我们的预售屋的这个状况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最热门的时候 大概约末是11月的时候 1900亿 你看到今年的时候 你看以今年的5月来说的话 是2858亿 这个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为止 增加了约末是快要1000亿 你就知道说这个是非常热 就是预售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 那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新清安 为什么因为新清安 你知道新清安在之前推出来之后 目前为止已经有6.5万户申请 然后大概放出的金额是4849亿 当然约末占整个新屋贷款 这预售屋贷款的约末是54%左右 所以就是说这些预售出来的很大金额 都是因为新清安的这个关系 那除了这个新清安导致这个预售屋 在往上充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实际的需求 比如说像台积电 台积电它现在往南下去设厂 包括说像你看 前一阵子的台南 高雄 嘉义等等 另外就是台商加速的 回到台湾来自产的一个情形 然后还有AI的群聚效应 让很多外资来台湾设立总部的一个状况 所以等于是说 这些利多加持之下 整个营建业股价都当然往上冲 那么来看这几个重要的营建公司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买不到房 那你可不可以买营建股 我觉得当然可以考虑 搞不好你因为买营建股还买了一道 一栋房也不一定 这个可以留意 你看海悦的股价 它主要是代销为主 那你看它前五个月就已经赚一个股本 那目前为止还有非常多的大案 那自建案的话 约莫在第三季 第四季交互 所以股价还有机会往上冲的一个 而且这些营建股通常它筹码都相当稳定的一个状况 另外第二个下面就是这个滑顾 滑顾来说的话 其实它的推然量大部分在北部比较多 那今年预计在推估六笔的这个建案 那总推案量是470亿 你看它之前也是一路往上涨 涨了之后它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是它的除息 这是除息 对 那除息之后你看往下跌 现在又慢慢的上来了 搞不好有机会 未来机会会填息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对 另外一个 再来就是新复发 新复发的推案量就是 北中南大部分都有了一个状况 那它今年会有六笔的这个建案会入涨 那今年的成长力到在下半年的时间点 你看它股价也是例如往上冲 那我觉得买营建股的很简单 你也不要去追高 反正有拉回的时候 你觉得遇到五日十日支撑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点点 因为下半年的景气看起来不差 另外一个就是京城 京城最近短线是涨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推案量主要是在高雄跟台南这一带 那下半年 五度台积电去的地方 对 所以你看 其实中南部的很多建商最近都涨非常多 有个连上发 它股价也快要到200块了 那你看2024年下半年 有所谓的受地的这个收入 然后第三季的话 建案量约莫有70亿元左右 而且它还有京城银行的业外收入 所以我都说这些其实都值得留意 当然我觉得还有几个公司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国建 因为国建其实过去是营建的龙头 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推出新案子 可是它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是很积极在推案 所以就告诉你 连国泰这个集团 林园集团 国泰 他们都觉得说 好像营建业还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营建业的景气是还不错 大家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假设电子股在休息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部分的资金 是有可能会留掉营建股的本身 中国人是说是资金虎 中文字幕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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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